我们烘焙用的巧克力呢 是圆形圆形的一块块 或者是一大块的Coco Bar 那这个是这样子四十方方一片一片的 然后可能它每一片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称它的重量 可能你会觉得稍微的麻烦 去测试到底还差多少gram都一定要称 因为你就算是用Coin 你也是要称的没问题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拿来制作 它是拿来制作所有 有不管多少percent的巧克力的mother chocolate 就是说它是完全纯的 它里面没有乳制品 它没有糖 所以如果家里有糖尿病的 老人家高血压 还有什么 高血压糖尿病 蛋固醇 然后可能减肥 不能吃糖的 都可以利用这一个黑巧克力 来制作所有你想要吃的甜点 因为它里面是完全没有糖分的 完全是纯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家里有很多小朋友 我想要甜一点的话 你可以自己控制甜度 就是你要多甜 你就加多少的糖进去 然后最近我发现 就是我在做这一个可可塔的时候 我发现了什么秘密 就是我们除了把它加糖分 我们除了把它加细砂糖 我们还能够把它加入炼奶 然后最混合一些奶香味 然后一些很自然的清甜的口感 然后整个制作出来的成品呢 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看 这样 OK 好 那在我们准备制作之前 我就先要预热我的烤箱 那烤箱的话呢 我们是预热170度 今天我没有用这架小烤箱 因为它时常就是抢掉我的风头 就很多人会问它 那我今天就利用旁边比较大价的这一个烤箱来制作 我们现在呢已经预热烤箱 我是用170度 那我的蛋糕也是用170度 我的塔皮也是用170度 谢谢爱心 谢谢爱心 谢谢 OK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制作我们的蛋糕体 不要我们先做我们的塔皮 因为等一下又要用 OK 我们先做塔皮 然后放去烤箱 然后做我们红丝绒蛋糕体 然后放去烤箱 那我的塔皮应该就已经可以出炉 然后再制作我的chocolate ganache ganache做好之后呢 我就把它装饰在一起 这一边是我们已经预鲜 预鲜软化的无盐奶油 奶油我是用无盐的 然后呢 我们加入糖粉还有海盐 糖粉和海盐一起加入进去 如果你是用有盐的奶油 你就不需要加海盐 如果你有无盐奶油 如果你两种奶油都有 我是建议你用无盐的奶油 然后再另外加海盐 那它就不会过鲜 那这边呢 我就把糖粉都加进去我的奶油里面 也就是说这边里面呢 有我的奶油 还有我的糖粉 还有我的海盐 那我这边先把它进行按压 让我的这一个糖粉都完全和奶油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的奶油完全是很软的嘛 所以你稍微轻轻的这样子按压呢 它是creamy的状态的 有没有曝光 应该看得到 OKcreamy的状态 然后就会很快的把所有的糖粉都吸收好在里面 有看到吗 有哈 OK 然后 现在呢 我就把我的所有的可可粉 这是可可粉 还有的低筋面粉 OK 可可粉跟低筋面粉的比率呢 这一个比率要这么好吃的话 只限于这一个品牌 为什么 你可以用其他的牌子 但是你的可可粉的分量必须要增加 那它出来的可可粉的味道香气才会足够 如果你跟住 你follow住我的这一个食谱的话呢 你使用的可可粉 是这一个可可粉 它肯定是香的 如果你用别的品牌的可可粉 它可能浓度不够 就会比较淡 没这么好吃 没这么香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是很纯的 它是完全100%非常浓的可可粉 所以你们千万记得 如果你用别的牌子的可可粉 可能会觉得可能不够香 不是你出了问题 也不是食谱出了问题 是牌子出了问题 OK 所以还没有买的可以先下单 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很多长的直播 都会用这两个产品 OK 我等一下才继续说学东西重要 然后这一边可可粉 还有低筋面粉 我们先分两次塞进去 记得一定要过塞 因为可可粉还有低筋面粉 它都很容易结块 尤其是可可粉 次的面粉加进去 再塞 为什么面粉要分两次 如果你一次过把所有面粉加进去的话 你可能会很难混均匀 因为我们是完全用手动去把它搅均匀 不是用机器 所以我们分两次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拌均匀 发现它好像有一些干粉 比较难混入进去 就是它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要结块 但是还有一些干粉还没有被混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蛋黄加进去里面 那今天老师示范的是用半份的 就是食谱里面的半份 所以如果你们在家制作的话 可能可以看到你的份量比我的多 那是正常的 因为直播中老师所制作的是半份的材料 然后加入我们的蛋黄之后 就是这样子去压 如果你做很大量的话 可能你没有办法用spatula去压 你就要改成用手去把它揉圆 那千万不要揉过头 它会影响你整个塔皮的丰鬆度 OK 当你把所有的面团放在保鲜膜的时候 准备包起来 放去冰箱的时候 记得先把它压扁 然后不要就是捏成圆圆的一团 然后是直接扁扁的这样放去冰箱 那也等一下会比较容易把它擀平 如果同学们拿到或者买到这个keyplus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正在做烘焙产品的话 你想要泡来喝也很好 你是怎么做 就是像今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餐 我就是直接喝牛奶 就是可可牛奶 我去把牛奶热一下 就是放去微波两三分钟左右 然后我的牛奶是一杯 然后我就放四片这一个可可片 你看啦那个大小片你要多浓 你就自己选 放四片进去 然后有可可粉 你可以放可可粉 如果你有买这个的话 我放的是这一个 OK 然后把它搅均匀 就直接可以当一餐来喝 你知道吗 我除夕 除夕两天 就是除夕我们年二九嘛 年二半年二九初一 初二四天 然后今天初三五天 连续五天都是大吃大喝 然后今天早上 当天再也没有吃东西 我就是喝 我就是喝这个 可是我真的饱 我真的饱 然后完全是没有汤 然后它就是牛奶 牛奶就是可能是脂肪啦 然后这一个可可的热量呢 就是让我们代谢 我们的新陈代谢啊 然后我们的脂肪 燃烧脂肪 这样就很健康 然后晚上还要再去捞医生 还要再去吃好料 我中午不敢吃了 我明天早上我也不会吃了 然后我后天我决定开始减肥了 你们相信我 OK 我不能一直这样子过年 太过分了 从冰箱拿出来的这一个可可塔皮呢 它是稍微硬的 你就可以揉一下 然后是不是最近有很多人过年做蛋挞 你其实这个塔皮也是可以拿来做蛋挞啊 做水果塔啊 这一个配方都是非常的适合的 OK 然后稍微揉了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垫 撒一点点的低筋面粉 OK 然后恭喜恭喜 然后呢 先把它擀平一下 那你记得你的这一个垫呢 一定要撒面粉 因为如果你没有撒面粉的话呢 它可能全部会沾在上面 你就很难去把它擀好 那环境不能太热 像我这边 因为我的烤箱就在我的背后 所以可能温度就高一点点 它就会比较难处理 所以不要在烤箱旁边去处理这个事情 OK 我是没有办法 然后呢 再把它提起来 再撒一下 然后反 再来 然后擀平之后 我们先用一个 我这边用的是五寸的环 如果你有蛋塔皮啊 蛋塔皮 你有蛋塔的模型啊 你有塔皮的膜啊 你都可以使用 我这边使用的Mousse Ring 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把它放在烤盘这边 然后烤盘上面 我垫的是一个硅胶垫 然后是这种透气的 网的硅胶 然后 如果你们没有的 想要下单的可以Inbox 我等一下给你们Link 给你们知道 哪里可以购买这种垫 然后就这样 然后第二片 然后呢 如果你做的这一个塔 是属于比较大的 我们烘烤时间就会久一点点 大概是30分钟左右 然后我今天因为是五寸的 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用的 我等一下烤的时间是20分钟 是条形嘛 对不对 OK 我们呢 就用扯 我这边没有准备扯啦 就是大概这样子量一下 你就知道 你要做多 多宽的条形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一寸 所以我这边呢 就量大概一寸左右 方便我们等一下处理 因为如果你把它做的太大片 你等一下也很难切 所以 大概 OK 大概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地去量它 你想量 也可以的 但我就没有这样做 然后 可能 比较大个的你很难拼凑 你就可以分两段 但是你想要尝试制作的话 我建议你的可可粉的量 可以增加多五克 那增加多五克的话 可能口感会稍微干一点点 所以看你们的衡量啦 你们决定 我是建议用这个牌子 因为你不需要加太多的可可粉 因为烘焙产品 可可粉加的太多的话 相对的它口感就会比较干 比较干 可能就觉得没有这么好吃 可是放少的话 可能可可味就不够重 不够重就觉得好像不够香 就是这个可可粉它够浓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放太多 然后同时它不会让你的产品变干的 同时呢 还非常的香 好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 我是把它围成一圈的 围成一圈呢 多余的这一边 我就会把它切掉 温馨提示 在切掉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用手去推 用小刀子或者是刮板 我喜欢用刮板 因为小刀子的话呢 是铁的 然后担心你把它的细粉 都一起刮下去 然后你觉得太厚了 可以再整理一下 然后再切掉 那你整个边边就很均匀 这些多余的呢 就把它放去做另外一个 所以我给你们的分量 如果你是做大的塔皮 其实也是足够的 你不需要增加分量 这一个食谱呢 可以做到八寸的塔 是足够的 一样要先炸粉 五四分 NG 好了 我们就一样是半个圈 然后因为我现在觉得 这团可能不够我用嘛 我可以先切掉这边的 多余的来让我重复使用 好 那同样的搓成小型 然后觉得太软的可以撒一点点粉 觉得你可以成功操控 你就不需要撒粉 再切 再切 好 好 现在看到是整个整圈 同样它有藏出来的 我们就用刮板把它修掉 修掉 然后检查一下它的边边太厚的那一些呢 就再调一下下 然后现在这个已经好了之后 不要直接放进去 我们先刺孔 就在它的底部刺孔 这可以起到它等一下烤的时候呢 什么作用 就是它不会凹凸 就是中间空的地方 它不会凸起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里面还要放材料嘛 就是放我们的Coco Choclet 我们的Choclet Garnache 好 就是这样子吃很多的空 OK 然后我们就放去烤箱 然后用170度 我这个是小的 我就烘烤一个20分钟 大的可以30到35分钟 鸡蛋 大家看到我们的鸡蛋的分量是用38克 那一颗蛋呢 可能你的分量是58 可能是60 可能65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称出来38 取掉的就是放弃的是蛋白 保留蛋黄 蛋黄和蛋白一共加起来是38克 然后我们使用的四方的蛋糕膜呢 我这边使用的是6寸的四方形的蛋糕膜 然后我里面放的是这一个 就是蛋糕籽 OK 这边是我们的鸡蛋 然后我们的鸡炸糖 还有我们的海盐 加进去里面 先把它搅拌均匀 没错 这堂课我们是完全不需要电动打发 直接电动打蛋出去打发的 先一半 一半啊 然后搅一下下 这个时候它就呈现比较浓稠的状态 我们就把我们的 Red Velvet香精红柿绒香精加一瓷进去 同样的可可粉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牌子的 你是用别的牌子的话 建议你加到至少有5g会比较好吃 3g可能会不够味道的 可是如果你是用这个牌子的话 3g就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 对这个可可粉 还有这个Red Velvet 然后我还没有加入另外一半的粉类的时候 我先加入我的牛奶 5ml的白醋 还有我的牛奶放在一起 至少5分钟后才使用它最呈现酸奶的状态 加进去里面 稍微搅一下 给它整个面糊呈现比较湿的状态 然后混匀后 才把剩下的粉都全部塞进去里面 面粉粉染 吃了咯 这个是第二次 事先把它混均匀 然后现在整个面团是呈现面糊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我们剩下的10ml的白醋 还有我们的苏打粉 加进去里面 一加它就 OK 的时候你就马上倒进去里面 它没有 就是你的 你应该是拿错粉 应该不是苏打粉 对 然后就把它混匀一下 这个动作很重要 这整个是红丝绒蛋糕的面糊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做杯子蛋糕 就是全部红丝绒杯子蛋糕的话 你就把它全部装进去小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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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然后如果今天像我这个就是做整个 然后把它印出love的形状 我这边是用6寸 然后如果你没有6寸有8寸也是可以的 那6寸它高一点 烤出来你要泡给它薄一点 就是依据你的塔膜多高 你就把它切多薄 然后等一下就摆在蛋糕 摆在我们的塔里面 这边把这边把它全部 哎 口味了 我在干嘛呢 就是你的这个蛋糕子 如果它一直要关起来 我就会取一点蛋糕糊 去把它粘好边边 然后我就会比较好的 比较整齐的 把它倒进去里面 然后因为这个食谱其实它根本不是6寸的量 所以它是比较浅的 比较薄就烤出来大概是这样的厚度吧 然后如果你要直接做成6寸蛋糕的话呢 可能也就要增加这个食谱的分量了 增加成 增加多一倍就是直接6寸的蛋糕 敲了一下 就把它同样的放去烤箱 同样的是用170度的时间 烘烤30分钟 这个是我已经预先烤好的 Red Velvet蛋糕题 就是刚才做的那个Red Velvet 用爱心的模具 我们先切出你大概要多少个 然后你要怎么摆 全部就是随意的切出来 但是如果是你希望呢 等一下淋下去是非常的好看的话呢 我建议你切好之后 先放去冷冻保存 至少一个小时后才拿出来食用 那你的巧克力淋下去的时候呢 就不会被蛋糕体的这些气孔吸收进去 因为你已经把它结成硬硬的蛋糕了 然后今天因为示范 我就没有这样去做 然后就做一个大的 两个小的 两个中的 小的做多一个看看有没有用到 它就是爱心的 我的一颗心 先给一个人 哎呦不可以 这首歌会透露我的年龄 对你爱爱爱不玩 不可以这个也是透露我的年龄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就是有我刚才制作的是两个中的三个小的 然后这个是最大的你切好之后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形状好不好看 然后这个蛋糕体我就会先放入冰箱冷冻一个小时之后才使用 但是今天直播我就没有这样做你在家制作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就先放冷冻等一下才用 然后我们现在制作是里面的chocolate 这边是我们的动物性大奶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炼奶还有我们的 就是那个抽奖的这个 OK里面是这个 还有我们的炼奶 炼奶是什么炼奶是甜的浓的那一个 不是生奶 是铁罐的 OK然后放在一起 这边我们的鲜奶油 先把它煮热 不用去把它煮得沸腾 因为可能会焦底 我们先让它冒烟就是微微沸腾就可以停下来淋过去 这一个巧克力呢 不管你是用比较高的温度 就是到60度70度的温度淋下去 这个巧克力都不会坏 OK它不会像那个平时一般的巧克力 如果你用太高温淋下去的话 可能你的整个巧克力遇到太热然后被损坏 这个Key Plus的话 它就不会就是你用比较高温淋下去 它都是OK的 所以好像如果我是喝热可可的话 我就是微波我的牛奶 然后微波到很热 我都可以很放心的直接把它放在一起 它不会弄坏的巧克力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普通的牌子的巧克力 请注意你的鲜奶的温度 你的不是你的淡奶油的温度 尽量不要超过50度 45到80度你就好停下来不要继续加温 因为你太热淋下去的话 会让你的巧克力损坏 可是如果你是用Key Plus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很放心 完全不用测量它的温度 看到它冒烟你就可以关 然后直接淋下去里面 滚烫的 你看它是完全滚烫的 淋下去 但是你的巧克力是不会坏的 好 然后我们就 这个是无盐奶油 这个是我们的兰姆酒 兰姆酒这个时候加进去 兰姆酒不要一起 一起去把它加热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小的Spatula 你可以等到它稍微凉的时候 才去搅拌它 但是我心急了 我就稍微拌一下 可以让它开始在里面融化 不要去很用力的 这样子 因为你会把很多空气都 搅进去里面 就是轻轻的翻拌就好 轻轻的尽量不要把多余的空气 搅进去里面 那它表面就会比较好看 一开始拌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是 好像不均匀的 你不要理它 也继续 它需要一点时间 去用那个余温 让它慢慢的融化 它是会融化的 除非你的淡奶油不够热 如果你今天不想用电磁炉去加热你的淡奶油 你也可以用微波去加热 微波的话呢 建议就是三分钟 就是每一分钟停一次 一分钟停一次 三分钟后的那一个淡奶油就淋下去里面 然后等它开始软化 然后进行把它拌匀的 当你开始搅拌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颗粒状颗粒状的 幼幼的颗粒状像沙子 这样子你就不要离它 你继续拌 到它开始呈现比较浓稠 陆续已经融化的时候 我们先停下来 这里面还是有可可块的 还有巧克力块 我们先停下来 把我们的butter 加进去里面 继续拌 所以如果制作这个你不想甜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需要放炼奶 你想不要这么甜的话 炼奶的分量可以减半 甚至不放 放更多 它都是没有问题 它那个炼奶并不会导致你的整个配方 你的巧克力质地损坏 不会的 已经拌匀之后呢 有一些可能要求比较完美的同学们 你们可以进行一个过筛的动作 然后如果是觉得其实还好啦 也无所谓 那你可以不需要过筛 因为可能过筛的话 你可以把一些还没有融化的颗粒状过掉 然后一些多余的气泡过掉 但是你过筛的时候 千万不要从高处 不要从太高倒下去 因为你也会把多余的空气倒进去 然后拌匀之后呢 敲 这样泡咖啡 这样泡咖啡 这样把多余的空气敲掉 让它变顺滑 然后我们把它装进去一个挤花袋 这个四杯子 就把它固定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融化好的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干纳 这个东西如果你用不完的话 可以放去冰箱保存 然后放去冰箱保存多久呢 大概是两个月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用的话 你要提前拿出来让它软化 但是记得一定要放冰箱 才能够存这么久 其实这个分量也是有多的 就很浓的巧克力味有没有 你们发现这个硅胶垫是有网的 它是让它散热均匀 然后可以让你的塔皮或者饼干 会更加的平整好看 然后我们再加上 我们有在那个塔皮上面刺孔 它就不会在烤的过程 然后整个蓬起来 这个洞不要剪太大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控 就是你剪太大的话 你就要一直在游 你控制不到它游动的速度 然后我先把我的 然后就稍微把它固定好 你想要放的地方 那就不会你再把这个 放进去的时候 然后你的蛋糕到处飘 因为你已经先把它固定好 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几个了呀 262 OK 然后就把它固定好 然后我们就在 看得到 就在里面灌入我们的 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前 把蛋糕固定好 它就不会在你挤入巧克力的时候 它游过来游过去 游过来游过去 它都是停在原地的 完成之后 我们就先放入冰箱冷藏 然后在至少两个小时 OK 就是这样子 好 另外一个完全空了 没有蛋糕了 我就把所有的 gannage都挤进去里面 出来的 因为我刚才干嘛 刚才里面有放蛋糕 所以就会有多出来 像这个完全只是可可的 就用比较多 有放蛋糕的 巧克力就用比较少 好 现在你们看到一个是 有蛋糕体的 一个是纯巧克力的 教功课的 我将会 我将会给你们bonus 就是给你们抹茶口味的食谱 那我等一下直播下线之后 将会发上来照片 然后告诉大家 要怎样可以拿到 抹茶口味的食谱 OK 记得教功课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恭喜恭喜 下个直播见